你还记得你辅导的个案的名字吗 夏董 我们运用了这个系统 让你跟你的阴影产生对话跟连结 雨晴 需要喝水吗 雨晴 你还记得一小时之前发生的事吗 我 我刚刚 我刚刚在跟一个个案说话 但 现在有感觉到不舒服吗 请问 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是这样的 你参与一个新型的沉浸室 智商服务的实验测试 你之所以会参加这个测试 是因为你之前跟我们提到和母亲之间的问题 你的母亲因为重病没办法说话 你想和她进行和解 所以你自愿参加了这个测试 现在你会发现现实跟虚拟有点分不清楚 这表示我们的实验相当的成功 系统在你的潜意识里面 建构了一个非常真实的世界 会让你以为自己就活在那个世界当中 你还记得你辅导的个案的名字吗 夏董 我们运用了这个系统 让你跟你的阴影产生对话跟连结 你觉得这种沉浸式的心理资商 跟传统的方式有什么区别 遇见跟自己一样的人 比较能够快速又客观地发现问题 我觉得这个方法只是辅助的 我希望人还是能够在现实生活 真实地面对自己的问题 而不是借由这个系统 让自己好过一点 好的 雨晴谢谢你的配合 但我们还是需要你定期回来追踪 你的资料会留在我们的实验中心 作为未来的参考